90后,中国小伙卖煤气罐,竟然成为了中东最大军火商,狂转三个亿,在我国几乎淘汰的煤气罐,为什么能畅销中东,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? 2017年,江苏来养一家生产煤气罐的小工厂老板孔德瑶,在网上收到了一条来自国外的问家消息,由于对方用的是阿拉伯语,所以,孔德瑶只能借助翻译软件和客户聊天,通过翻译软件得知,对方称自己是野门的能源部长, 想要采购两千枚的煤气罐,拿来试试质量,孔德瑶顿时愣住了,还以为是个恶作剧,哪有这样买煤气罐的人,要知道,煤气罐如今在国内,可是妥妥的西洋产业,现在家家户户用的基本上都是天然气,面对这么大笔的订单,孔德瑶虽然有些疑惑,但他还是接了下来,为了让世界爱上中落之早,孔德瑶亲自监督这批订单的生产,必须把煤气罐得满满的,不久后,这批货成功送到了野门,野门那边也烟火签收了,第一� 就这么愉快地谈成了,可让孔德瑶没想到的是,客户回去一传时十传百,两年的时间里,来自中东的销售额,从一两百万,暴涨到上亿,到后来,孔德瑶开始按照中东客户的要求,为他们定制特殊尺寸的煤气罐,刚开始,孔德瑶觉得,使自己生产的煤气罐质量好,价格公道,可随着订单逐年低增,他发现有些不对劲了,野门这个国家也不大,就算全国都用煤气罐做饭,也用不了这么多煤气罐,再者说,煤气罐也不是一次性的成本, 是可以反复使用的,好奇心让他在网上一查,顿时傻眼了,他看到自家生产的煤气罐到了中东,摇身一变就成了炮弹,中东武装组织,把煤气罐尾部,焊上辅助平稳飞行的尾翼,再配上一根奶洋造的大钢管,堪比二营长的意大利炮,一发就能摧毁一栋大楼,放在卡车上,还能到处跑,积极灵活,被称为地狱大炮,而且,这玩意,平时还能用来做饭,关键时刻还能用来打仗,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,不仅价格, 而且还能轻松绕过武器禁运,买一发炮弹的钱,都能够买一级装箱煤气罐了,只能说,不是炮弹买不起,而是煤气罐更具性价比,看到这里,小伙只能安慰自己说,我只是个卖煤气罐的,客户用来干啥,我是真管不着啊,就是这个小小的煤气罐,让整个西方都大开眼界,西方军火商也沉默地说了一句话,干倒你的,不是同行,而是跨界。